俗话说猪八姐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大家好我是小时 我是苏苏 小时前阵子你还没上俗话说节目的时候 我跟盒子做过一期关于中国人的黑话 在美国网上火了的视频 讲这个美国网民为了躲避平台删帖 用说中国人的方式表达对美国的不满 那期节目我看过可太逗了 美国的双标和对中国各种指责的荒诞被晒得底掉了 也推荐大家去看看 你怎么突然又提起这事啊 因为这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 最近一些外国网民发现 假如你在网上提到中国 许多人都会念叨一个词 那就是社会信用分 如果你替中国说了几句好话 这些人就会带着嘲讽的语气说 哎呀你对中国这么忠心耿耿 他们肯定要给你加社会信用分了 那要是你说了中国的坏话 这帮人又会神秘兮兮的说 哎当心哦 你这个行为可是要被中国扣掉社会信用分的 那说这个词的人实在太多了 以至于还发展出了各种的表情包 哎你说的我是满脑子问号 什么意思 干嘛的 这又是什么黑话呀 一开始啊 我也跟你一样的懵圈 可是呢 我多刷了几条帖子后发现 原来这事的起因 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谣言 那经过了几年的添油加醋 才变成了今天这副样子 快来讲讲 这几年啊 咱们国家在努力完善个人信用体系 打击老赖违法行为什么的 但是呢 在许多外媒的报道里 这个本来很正常的事情 被他们给歪曲成了 中国在根据社会行为给公民打分 谁不听中国政府的话 谁就要被打低分 这个信用评级是和个人行为有关 但标准也不是听不听中国政府的话呀 外媒边关于中国的谎言 真的是一天一个花样 是啊 更离谱的是啊 一家台湾媒体把这个个人征信 和互联网公司搞的用户信用分给混淆了 于是呢 所谓的中国搞社会信用分 用来监控民众的说法就正式出道了 经过一大群对中国偏见很深的人 口口相传 层层脑补 这社会信用分被他们描述的是无孔不入 从随地吐痰 垃圾没分类 到这个聊天时批评中国政府 他们声称啊 所有这些做法都会被无处不在的摄像头 记录下来 然后扣掉你的社会信用分 相反 假如你在网上疯狂的夸中国 那就会被加很多分 难怪了 要按这么说 前面那位网友反驳别人造谣中国 肯定是加分行为啊 可是这个谣言 假的那么明显 难道就没有人出来辟谣吗 哎 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啊 就有很多人辟谣过这个事 一些在中国待过的人 又是讲道理 又是列数据 可是这帮人愣是不信啊 后来呢 有些网友干脆就摆烂了 甚至还编出了更夸张的谣言 来逗那些造谣传谣的人 比如啊 有人故意做了一个带分数的图 说自己啊 因为信用分被扣了很多 被关进了监狱两天 写了十万字的检讨 还有人说啊 自己积极改造非常成功 不仅拿到了700多的信用分 还获得了系统授予的 权贵三阶荣誉称号 那最离谱的一条啊 是一个网友说 自己的信用分太低了 系统马上警告 要对他立即执行死刑 还让他在线预约行刑队 然后去距离最近的刑场报道 笑死我了 预约枪毙 自己找刑场 脑洞开的这么大 这得智商低成什么样的人 才会信啊 你可不要低估智商的下限啊 有些人就是拿着这些截图 到处去说 看吧 我就说中国真的有社会信用分吧 但是没过多久啊 他们也反应过来 知道自己被钓鱼了 于是呢 灰溜溜的把之前转发的谣言 都删掉了 这造谣是辟谣 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呀 那我就不懂了 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人 在拿社会信用分说事呢 没办法 一些这个西方政客 还有主流媒体 平日里没少给中国造谣 所以呢 偏见的土壤 依然存在 这片地里长得韭菜 自然也是一茬 接着一茬的帽 前几天啊 一个美国大V 又提起了社会信用分 帖子的阅读量 有280万 还有一大群人跟帖转发呢 好嘛 连微信支付 都被他们造谣上了 真是良言难圈 该死的鬼啊 这次还有多少人会相信呢 最开始呢 还是有一批人真信了 可是呢 许多美国人 不断的了解这个梗后 反而发现了一个现实 原来啊 真正在搞社会信用分 这套东西的 就是美国自己 一个美国网友就说 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 社会信用分 可是呢 美国的金融和征信系统里面 倒是真的会根据 一个人的日常行为打分 分数不够的话 连买房子都不允许 还有的美国网民就纳闷了 你们描述的中国社会信用分 怎么越听越像 我们美国的信用制度 在咱们国家 那些信用分不高的人 不就是会被取消 许多的福利和社会保障权利吗 另外还有一些美国网民 也戒茬了 对对对 美国是没有什么 社会信用分 因为这玩意儿 在我们这叫 美国个人消费信用评估公司 也就是费哀哲公司 FICO 他们呢 会根据大数据 监控美国人的一切生活痕迹 限制了你办信用卡 租房和买车 还有一个网友 给的资料就比较惊悚了 他列了几张 美国银行后台系统截图 上面显示 银行的工作人员 会对用户的政治立场进行标注 你给什么团体 或者政客捐款 支持过性少数群体的社会活动 都会被写在备注栏里 那银行就会根据这些 调整你的信用情况 好家伙 我可算知道 为什么那么多美国人 真心相信 中国在搞社会信用分了 这又是一几多人呢 这些年西方反华势力 给中国扣的其他帽子 最后都被发现 是他们自己在干的事情 他们说 新疆棉花全靠强迫劳动生产 是因为他们历史上 强迫过黑人奴隶摘棉花 他们说中国制造了新冠病毒 结果却被发现 美军满世界的在搞病毒实验室 这个真是应了 笛卡尔的经典名言 人没办法想象 自己没有见过的东西 看完这期节目 你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如果喜欢本期节目的话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